第十六世大宝法王噶玛巴 鲜有教言 但见过他的人 都有终身难忘的感受 那一刹那 仿佛什么被打开了一样 那被打开的心性 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 如同宗萨清哲仁波切所描述的 第十六世大宝法王 佳华噶玛巴日佩多杰 仅仅透过他的存在 即是佛法运作的活生生证明 大家好 众生文化这期分享的好书是 见即解脱 本书收录珍贵难得的 第十六世法王教研 均来自法王与美国传法时 所给予的开始 今天摘录的内容是 第一章 转世及认证 他将穿越海洋 将三圣法软广宣宣于世 地十六世大宝法王诞生在东藏 德格的直屈合体 单阔附近 具有权势的阿图贵族中 因为多位德格的高僧 告诉他母亲 他腹中所怀的是位大菩萨 他母亲为了给孩子 一个清静的环境 因此决定要找个 殊胜的地方分娩 他在连诗必过关的 诗天堡前打起帐篷 请看部撒尽后住在里面 并依看部的指导 修清静的法门 也有另一个说法是 在噶玛巴出生前 有人预言 这个贵族家庭 将诞生一位大菩萨 因此 他们应该在 阿图皇宫的围墙外扎营 那么 这个小孩 就不会诞生在 一个怠惰的环境 不管是前者 或后者的说法 都在预示着 一个非凡的诞生 据说 这个小菩萨 上在母亲的肚子里时 大家已经可以听到 他在念诵 Om Mani Be Me Hong 六字大明咒 到了生产前不久 有一天 母亲发现 他的肚子 完全变平了 未来的噶玛巴 从母胎中 消失了一整天 这是闻所未闻的事 因此 大家更确定 这绝对是个 非比寻常的小孩 隔了一天 母亲的肚子 又鼓了起来 恢复到之前的大小 第二天 小菩萨就诞生了 据闻 他一出生 就下地走了七步 在场的人 都听到小婴儿 对母亲说 妈妈妈妈 我很快就要走了 在这位小菩萨诞生的当天 帐篷外 微雨的天空 出现了树道彩虹 整个帐篷 闪耀着白色光芒 帐篷内 佛堂 供碑里的水 都变成牛奶 嘎玛巴沐浴的净水 弹指尖也变成了牛奶 这种种看似神话的迹象 却一再印证 这是对伟大转世上师的 不共赞叹与供养 历经这种种不可思议的征兆 这个家族确信 这个孩子绝非等闲之辈 因此为了保护这个新生命 他们特意放出风声说 刚出生的孩子是个女孩 希望透过这层烟幕带 避免孩子受到任何可能的伤害 寻找第十六诗 大宝法王噶玛巴 然而就为处中葬的处不四而言 在寻找第十五诗 大宝法王噶玛巴 卡恰多结的转世时 过程并不是像文字的三言两语 这么的简单就圆满落幕 自古好事多么 这也适用在寻找第十六诗 大宝法王的过程 根据历代法王 噶玛巴转世的传统 不经占卜 旁人指点 或自我宣称 而是透过法王 噶玛巴本身 无碍智慧的自我认证 他会在原集之前 留下转世的信函 通常里面会包括 下个转世出生的年份 地点 周围环境 及父母的部分名字等 然而 当第十五诗大宝法王原集之后 并没有人知道 这封预言信在哪里 事实上 当年第十五诗大宝法王 是私下把转世信函 托付给他的弟子之一的 蒋巴竹青 他是一位居无定所的游方僧 在举行了 第十五诗大宝法王原集的 四十九天法会后 蒋巴竹青就不知所踪了 他一时的消失 对寻找转世 造成了相当大的困扰 由于寺院本身 并没有找到预言信 寻找转世的兼具使命 便落在第十一诗大司徒仁波切 及第二诗蒋公康处仁波切的身上 大司徒仁波切 以他不共的预知能力 看到转世所在之地 于是 一支寻访队伍被秘密地派到阿图 去确认这个小男孩的身份 在确认无误之后 立刻向他献上供养 以示吉祥 接着就是要请十三世 加瓦仁波切 正式认证这位新的转世了 为了慎重起见 拉萨政府 特别正式地派遣一组代表 前来楚布寺 先行认证细节的访查 首先 他们要求看转世预言性 因为根据第一世大宝法王 加瓦巴 杜松前八 所立下的转世传统 每一世的加瓦巴 在原集之前 一定会留下 他将于何时 何处 出生 等内容的预言性 事实上 楚布寺自己组成的 找寻转世的小组 在十五世法王原集不久后 就已经翻遍了 所有第十五世大宝法王的 每一本书 每个可能的地方 甚至把他的床垫都拆开了 然而 什么也没找到 因缺乏转世信函等因素 致使此次的官方认证 一时无法圆满达成 更烫手的是 当时西藏政府的一位官员 浪夏瓦 更声称他家的孩子 就是伽玛巴的转世 并且极力游说 希望他的孩子 能被认证为 第十六世伽玛巴 在找不着转世预言性的情况下 不清楚来龙去脉的 楚布寺高层 不得不向拉萨政府承认 没有转世信函 这让整个寻找认证 第十六世大宝法王的结果 急转之下 也使寻认过程 更加的复杂化 事实上 第十五世 是伽玛巴晚年 曾经在他的上师之一 也就是明舊仁波切的伯公 桑天加措的追问之下 透露了他将会转身在东藏 顶果庄园往东 在当地最具影响力的阿图家族之中 他们是格萨尔王大臣的后代 噶玛巴在告诉桑天加措 他将来的转世地点之后 便私下召唤了蒋巴竹青 堪布列歇 及佛母康卓千摩 三位亲信到他的房间 并拿出一个上了封间的信封 对着他们说道 你们三个之中 有一个人必须保管好 这封转世的预言信 缺他不可的时机一定会来临 到那个时候再读他 但在那之前 只要紧紧看好他就行了 十年十九岁的康卓 马上达到 我太年轻了 也不常在寺院 实在无法承担 这项殊胜的重责大任 堪布列歇也说 他自己已经有其他 排定了的羞耻要进行 不是保管者的恰当人选 他们两人同时转身 向着蒋巴竹青 一口同声地说 由你来保管 所以蒋巴竹青 就将那封预言信 小心地收进 他挂在脖子上的圣物盒之中 紧紧地看好他 约末一年后 尊贵的第十五世 噶玛巴就原集了 经过四十九天的各种修法仪式后 蒋巴竹青就戴着脖子上 挂着存放转世信函的宝物盒 离开楚布寺 不受任何影响地 过他云游森的生活 他先受邀到闽卓林 传授卡恰多杰文集的口传 之后就悠哉悠哉地 朝他那位于遥远东北方的家乡 果落 慢慢地一路走回去 堪布列仙 此时正进入严格的闭关 紧锣密鼓地进行修持 断绝与外界所有的接触 而当时的康卓 正伤心欲绝 因此 没有人会在这时候 跑去问他 关于转世信函的事 他也并不是 一直都住在楚布寺里 更重要的是 这三个人除了他们自己之外 对外接手口如瓶 因此 其他人都不知道各种的安排 也就是在这段期间 拉萨政府要求看转世预言信 以作为确认阿图的 那个小男孩身份的凭据 当楚布寺找不到转世信函 拉萨当局已有转世人选 的消息如风吹野火般 一路传遍了整个藏区 而人再遥远果落的蒋巴竹青 也终于听闻此事 当他一得知事情的演变时 马上意识到情况的发展 已到了非同小可的地步 他立刻缩短在外云游的行程 火速赶回楚布寺 一抵达寺院 他马上心急地拉开嗓门大喊 谁说没有转世信函的 他明明就挂在我的脖子上 他打开生物盒 小心翼翼地将上了封间的转世信函 交给楚布寺的秘书长 你真是佛法的大敌人啊 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秘书长仗红了脸 对着蒋巴竹青生气地咆哮着 你应该现在 马上立刻就被丢进大牢里 如果这么做对事情是有帮助的话 那就随你高兴把我丢进牢里吧 但是转世预言信是 噶马巴亲手交给我 他就在我手上 这是千真万确 这真是传承的一场大灾难 西藏政府已经准备要指定 另一个小男孩了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秘书长一脸茫然又懊恼地说 当时他们马上就派遣了一位使者 日夜兼臣地赶往遥远康区的八磅寺 请教司徒仁波切 以及竹八嘎举的竹签讲供的建议 也寻求其他备受四方敬重的足骨 上师们的意见 他们很快地就赶到楚布寺 为寻认正确的转世 共同商议解决此一棘手问题的策略 一位正确的伽马巴的转世 对传承的重要性 会议进行当中 有位喇嘛强调与西藏政府之间 保持和谐关系的重要性 但据说竹签对这个看法持有不同的意见 他说 如果选了一个不正确的伽马巴的转世 那么这个影响并非仅于此事 有可能在未来就很难有机会 正确地认证出 嘎举传承的转世足骨 万一如此 就不只是传承的问题 那会是佛陀教法 永远无可弥补的损失 因此 他建议所有寺院 都要举行齐寝护法加持的盛大修法 以去除过程中的各种违缘 在此同时 楚布寺也派遣一个代表团 前往拉萨 向西藏政府说明 有关转世信函与保管者的事实 并告知此预言性是真实无误 由第十五室大宝法王 嘎玛巴亲自书写 并交给蒋巴竹青保管 拉萨官员在回信的内容中说道 一开始 寺院已经声称没有转世信函了 现在却又说有了 加瓦仁波切的官方办公室 已经在之前所发布的声明中 清楚地表明立场 目前无法任意更改 临终的颂歌 竹子之花的隐喻 为了人们的庄严 就在会议进行的同时 一些高位的人坡切门 很快就把这封珍贵的预言信函打开 这份转世预言 密藏在一份标题为 灵中的颂歌 竹子之花的隐喻 为了人们的庄严 的文件中 依于无法推测的理由 第十五世大宝法王决定留下一封 以数字密码写成的预言信 而这些数字所组成的密码 只有一位高位的上师 轻折仁波切 才有能力加以破解 数字密码 译成文字大意如下 在楚部之东 金色河流之处 此地在圆九之前 属于巴沃丹玛 及林凯撒大臣所有 在荣耀的神山帕尔山丘 以阿字及图字做装饰 房子由泥土建盖而成 是一个属于皇室 极有宗教信仰的家庭 牧属年六月的第十五天 是诞辰 密码被解读之后 在预言信中清楚地交代了 在阿图这个地方 可以找到第十五世大宝法王的转世 父亲名策望奔错 母亲是卡上雀拙 以及出生的年月日 这封信所预言的内容 和大司徒仁波切的静观 完全吻合 有了预言信 及完全符合的正确人选之后 楚布斯高层 以欢欣鼓舞的心情 及完全的信心 依而再 再而三地为第十五世大宝法王 真正的转世情愿 而拉萨当局 也一再地拒绝 双方的情愿书 与拒绝函 就这样来来回回了一整年 就在 一方急于得到 拉萨官方对转世的认证 一方却以 均无戏言 不肯轻易点头的同时 那位阁员的小孩 因为顽皮地爬上 布达拉宫附近的屋顶上玩耍 一个不小心 砰的一声 从高耸的屋顶上 直接掉到地面 当场摔破了骨盆 在那个医疗不发达的年代 这样的伤势 算是非常的严重 即使再高明的藏衣 也很难把人 从这样的重伤中救活 很不幸地 那个男孩 很快就因为 并发其他器官的问题 而身亡了 就在此时 楚布寺接到了 拉萨当局的要求信函 希望他们重新派出寻访团 找寻第十五世 噶马巴转世的可能人选 法王噶马巴 已经留下那封 有美丽词具标题的转世信函 在庄严难解的数字演示下 隐喻了极为精准与详细的资讯 楚布寺毫不迟疑地 就把转世信函中所提到 种种条件完全相符的 那位转世者的名字 提交出去 拉萨政府很快回复道 事实上你们不能只提一个人选 如果只有一个人选 那跟你们自己决定 谁是转世者并无不同 如果你们要官方确认 最后的决定 就必须提两到三个人选 让我们来决定 哪一位才是真正的转世 这是历来的传统做法 当局的决定 让楚布寺再次陷入骚动之中 阴影的会议 一个接着一个地召开 那位充满智慧 能解开转世信函密码的 亲者仁波切 提供了一个万无一失的好办法 他们已先前在阿图找到 以被大司徒仁波切认证的孩子的名字 分别以父亲的儿子 及母亲的儿子 各出现一次 这就满足了提供两个可能人选的要求 拉萨当局很快就有回复了 正确的转世者是母亲的儿子 这是纯正的嘎举传承 第十五世大宝法王 噶玛巴的转世者 历经繁复曲折的磨难 与艰困试炼后 于葬立暮署年六月十五日 也就是一九二四年九月 出生于阿图的这位男孩 日浊耶谢 被正式认证为 第十六世大宝法王 噶玛巴的过程 这些场景或许都已成历史 但这美丽细致的转世布幕 永远不会消失 相反地让我们看到 传承命脉金雕细琢下的眼景 竹子之花的每个花瓣 各自飘香 共同芬芳了整个传承的金曼念珠 串起念珠的这条珠线 愈加坚韧牢固 欲能彰显出 每颗念珠的珍贵庄严 大部分的我们 对寻找认证 第十六世大宝法王的盛会 不可能参加 也无缘见证 然而 整个过程的枝节 透过历史这扇门 让我们一瞥 其中的精确与严谨 虽然过程充满了 我们所无法想象的 复杂和艰辛 追溯历史 也让我们看到 传承祖师们 为捍卫一个 纯正不中断的传承 其中的坚持与付出 尤其在一个 正教合一的时代下 更要步步为营 当中任何一个 不当的转折 都足以改写 佛陀教法的历史 没有间断的黄金朱曼传承 经过外在时空的冶炼 与内在不共的试炼 历久弥新 闪动着耀眼的光芒 在这样的着势 欲显其殊胜与尊荣 这正是历代大宝法王 噶玛巴的不共功德 及广大家持 让后世弟子 均能目在 竹子之花的那缕清香中 与这场历史 大同小异的环节 在近代真实上演 原来两个故事的内容 相去不远 第十六是法王 噶玛巴 是嘎举传承中 第一个将黑宝关的加持 带出西藏 抵达佛陀成道之地 印度 之后横跃广阔的太平洋 在亚洲 美洲 及欧洲 广大的加持 聚缘众生 功德无量无边 因此障碍也无法估量 因为 佛在成道时 波寻就告诉佛陀 世尊的教法 在哪里弘扬 波寻的破坏 也一定如影随形的到来 而且 两派弟子的穿着 完全一样 一般人绝对没有能力 仅凭外在的法医 就能判断出 他们代表的是纯正佛法 或是外道邪师 而根据连师的预言 嘎举传承 到了第十七世 大宝法王时 会如暗夜中的 熊熊火炬 照亮石方 众生内心 沉睡不醒的佛性 将被一一点燃 功德欲大 伴随而来的逆增上缘 绝对超乎想象 当所有复杂的业力 牵引在一起 致使第十七世 大宝法王 噶马巴的认证过程 重演与前一世 同样的情况时 我们各在天涯的一方 无法体会那 插之豪力 失之千里的惊心动魄 也无法揣测 圣者的用意 但我们知道 传承的星火已燃起 烈焰高空 光明变照 因此 我们才有机会在这里 一起追寻祖师大德 以慈悲及智慧 耕耘出来的传承轨迹 共同仰慕上师们的 谦谦风采 受用殊胜吉祥的法教 当狮子威猛的吼声 想辨识方时 我们如何能不寻生而去呢 黑宝官与令义鼎理官 1930年 当官方确认了 第16世噶玛巴的转世之后 第15世噶玛巴的两大心子 第11世大司徒仁波切 和第2世蒋公康处仁波切 为第16世大宝法王 让兄日配多节 举行皈依礼 并为他传授菩萨戒 拉萨加瓦仁波切办公室 也以官方信函 正式地认证第15世大宝法王 噶玛巴的转世 1931年 年初 法王噶玛巴 受大司徒仁波切之邀 前往德格巴邦寺 受了金刚汉姆灌顶 及沙密戒 并接受 由清哲仁波切等人 特别从楚布寺 带来的黑宝关 和僧袍 同时 他特别停下来 参访 和加持 德格寺院的出版中心 据说 这遇事 噶玛巴将来会在 西藏以外的地方 出版佛教经典 大司徒仁波切 为他身作为 第16世噶玛巴 并献上 八殿让炯炯达日佩多杰之名 让炯日佩多杰 是来自丘吉林巴的 静观之中 莲花生大士 对第16世噶玛巴 名字的预言 意思为 本觉自身金刚 大司徒仁波切 接着一路陪同法王 噶玛巴 回到他的主寺 楚布寺 途中 法王在囊迁的吉达寺 举行了他生平 第一次的 黑宝关 加持仪式法会 这场法会 就像洗敌人们的眼睛一样 天空出现了 多道的彩虹 花语 缤纷自天而降 数千人 参与了这个不可思议 且殊胜的盛会 国师家查仁波切 蒋供康处仁波切 巴沃仁波切 和许多上师们 也都到念清 唐古拉山的山谷会合 以迎接新转世的 噶玛巴 一起护送法王回楚布寺 为什么会选在此地 迎接新的转世呢 据说 此地的山神 就是噶玛嘎举的护法 事实上 他是一位八地菩萨 发心护持法王 噶玛巴的正法 传承祖师们 在此处迎接新的转世 也是为了创造一个 十六世法王 首次回祖庭 楚布寺 殊荣详瑞的缘起 这是法王 首次踏上 念清唐古拉的土地 特别以吉祥蜜 及一条白毛牛 供养给这位护法 第十三世 加瓦仁波切 在拉萨接见了噶玛巴 并为他举行 象征舍弃世俗 一切事物的 传统圆顶仪式 并为他取名为 图殿利着耶谢 当时在仪式举行之前 噶玛巴的头上 带着布置的礼观 在向加瓦仁波切行礼前 他把礼观取下来 现场有人听到 加瓦仁波切问他 为什么没有把 另一顶礼观也拿下来 但法王的父亲 告诉加瓦仁波切 噶玛巴的头上 真的没有戴任何的帽子 加瓦仁波切尊者 似乎看见了 大宝法王头顶上戴着 由十万空行母的头发 所编成的那顶 天界的智慧宝观 由此可以看出 加瓦仁波切极高的精神成就 以及眼前这位从阿图来的小男孩 的确就是真正的 噶玛巴的转世五五 当加瓦仁波切得知他看到的是 有空行母供养的自身智慧宝观 对眼前这位转世 升起了信心 随后 加瓦仁波切 亲自为噶玛巴 撰写了一篇长寿奇寝文 奇寝法王噶玛巴 连足永固 转动释迦教法的大法轮 救渡三界火斋中的 受苦众生 这是第十六世 法王噶玛巴头顶上的 金刚黑宝观 第一次被看到 就转世的认证 确认 及被认证 这三个层次的意义而言 这是非常殊胜难得 且极具加持的事 众生文化好书分享 我们下周见